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30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俄罗斯国家都马主席沃洛金11月27日表示 都马将于12月初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使用代孕服务 他说,应该禁止外国人的代孕行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儿童 我们将在12月初做出这一决定 他指的是今年5月,杜马曾一度通过一份禁止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使用俄罗斯代孕机制的草案 这项草案最近将在杜马讨论表决 顺利的话,明年初就可以正式签字生效 沃洛金还补充说,贩卖儿童是不可接受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4万5千名由俄罗斯代孕母亲生下的婴儿被带得了国外 这是庞大的非法交易 交易额估计超过20亿欧元 这些婴儿往往陷入艰难处境 可能成为不法行为的受害者 但是沃洛金明显还有点家丑不可歪扬的掩藏 因为根据俄罗斯人类升职协会估计,实际情况是这一数字的十倍 根据我们的解读,草案对于这一状况将做出修正 其中有一条杀招,即生下的孩子必须是俄罗斯国籍 这显然会让来自发达文明地区的外国人士望而却步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并非禁止代孕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代孕依然是合法的 原因是俄罗斯早已步入老年社会 少子化现象严重 不孕不育的人群也很庞大 对代孕有强烈的需求 因此代孕不可能被宣布为非法 根据往年的数据 俄罗斯代孕产业的90%的客户是在国内 仅有10%来自国外 这也就是沃洛金宣称的那4万5千名被带到国外的婴儿 沃洛金这番话无意中就点出了一个事实 网络中有很多人常年渲染乌克兰是不好的国家 是欧洲的子宫云云 这些人往往居高连下,充满某种优越感 岂不知俄罗斯才是战争的不好的国家 才是欧洲子宫 权威数据表明 乌克兰同样是老龄化社会 少子化情况突出 代孕也同样合法 每年有2500名左右的婴儿是为外国人代孕 这比沃洛金自爆家丑公布的年平均数字要少得多 但俄罗斯却没有被称为欧洲子宫 现在在沃洛金的范例争取下 应该把这个桂冠还给俄罗斯了 但如果俄罗斯人类升职协会的数字更加正确的话 俄罗斯简直可以成为世界子宫代孕全家统了 事实上 全球范围内代孕合法的国家不多 自从一些靠近热带的东南亚小国纷纷禁止代孕后 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陆干州成为对代孕有需求人士的不多的选择 其中美国全年每年大概诞生8500名代孕婴儿 但是美国并没有被称为美洲子宫 印度虽然代孕已被宣布非法 但每年地下交易屡禁不绝 有些机构评估认为 印度因低廉的价格每年为约5万对外国夫妇代孕婴儿 但印度并未被称为南亚的子宫 终上有些人看不起乌克兰是他们的选择 但给人乱扣帽子就不对了 何况许多乌克兰代孕婴儿的准父母 其实就是中国客户 那么事情到这里只有最后一个尾巴还没有澄清了 为什么俄罗斯这个规模庞大的世界子宫业务往年运营良好 今年5月却要立法建决呢 为什么往年想不起来尽一起努力保护儿童 今年却人均观世音菩萨了呢 其实也不难猜测其原因 自乌克兰战争以来 俄罗斯背负几万条制裁 把需要代孕的潜在客户都吓跑了 就算还有人想在俄罗斯播种 也没有航班可以飞进飞出 这个产业早就接不到外国客户了 所以现在拒绝掉也没什么实际损失 是的 你也没有看错 俄罗斯人干事就是这么实在 今天还有个事很有意思 一些亲俄自媒体说 北约又在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话呢 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于是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 发现这确实是事实 但不是全部的事实 事情呢 源自北约秘书长 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这一两天对乌克兰局势发表的多项声明 斯托尔滕贝格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情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 在敌对行动结束后 乌克兰将能够加入北约 俄罗斯联邦没有否决权禁止任何人加入北约 但是现在克里米亚还在俄罗斯占领中 所以乌克兰目前没办法加入北约 斯托尔滕贝格陈述的的确是事实 但亲俄媒体将其简化成 北约再次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 分析斯托尔滕贝格的话 从本质上讲 他不过是重申了北约领导人 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所做的誓言 即乌克兰总有一天会加入北约 有很多人认为 北约东扩或者说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 是引发此次战争的诱因 但斯托尔滕贝格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是这样回答的 说俄罗斯不能否决一些国家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害怕的东西是民主自由 这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 斯托尔滕贝格还称 如果俄罗斯获胜 世界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为这将为各国使用蛮力打开绿灯 如果各国翻番效仿而不受惩罚 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 我们所有人更加脆弱 因此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只要仍有必要 北约就会继续保卫乌克兰 北约不会退缩 获得开始谈谈的正确条件的唯一途径 是在战场上支持乌克兰的推进 斯托尔滕贝格谈到最近乌克兰遭受的轰炸事成 这对乌克兰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冬天 因此北约正在努力增加我们的支持 各盟国已经交付发电机和备件 以帮助重建被毁的能源基础设施 好咱们来看今天平平无奇的战况 亲俄自媒体宣布俄军声称控制了 巴赫木特以南的库尔迪乌米夫卡村 这大概是真的 我们在权威的战场地图上核实 也支持这一说法 不过呢 这个消息 即便是在亲俄自媒体上 也没有人欢庆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这点程度的推进算不上什么 俄军在巴赫木特周围 或者确切一点说 俄军在从比罗霍里夫卡到巴赫木特 再到阿弗蒂夫卡 再到扎波罗瑞的漫长战线上 有些地段奋战了三个多月 有些地段奋战了七个多月之后 整条战线还是跟当初一样 肉眼看不出区别 拿下一个村一片田 又有什么可庆祝的 感觉该庆祝的是乌克兰人 俄军帮他们伸更了一遍地 还握进去好多生物肥料 等胜利后种田 庄稼肯定长得更好 赫尔松方向 黑尼切斯克和斯卡多夫斯克发生爆炸 爆炸位置距离乌军控制区大约65公里 现在确认 发生的一系列强烈爆炸都是乌军所为 俄罗斯方面 布良斯克州的苏拉寨区 两个储游设施起火 起火原因是乌军的无人机投下了弹药 昨晚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电力供应设施 11枚炮弹击中设施后 两个去断电 这里是乌军使用的美国援助的自动枪榴弹发射器 射程大概两公里 视频中 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枪榴弹发射器进行弹着点校正 所以乌军先发射了几颗 然后逐步修正 这样使得榴弹可以取得更高的命中率 能准确杀伤俄军战地上的散兵游泳 无人机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今天乌军公布的战果数字是这样的 人员88,880人 新增500人 坦克2914辆 新增3辆 装甲车5872辆 新增6辆 火炮1902门 新增1门 今天俄军战斗减量和以往几天的数字差不多 最近几天平均死亡人数都在470人左右 但是今天装甲车损失了6辆 略微超过最近几天的平均水平 今天乌克兰北部温度已经低于零度 南部零度左右 乌克兰大地正在逐步动应 再过一周 大规模的行动 如果俄乌两军想要开展的话 真的可以开展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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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